大家好,我是贵国别老迪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养伴水龟的 黄源的一个改进版的生态钢 由于这个钢呢,它的那个大小比之前的大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这是一个手绘的设计图子 不管大小的话,结构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水区和路区基本上都是1比3 1的水区,3的路区这样是比较适合黄源的一个比例 然后在新的这个改进当中呢 我们把那个甲山的元素做了更多的设计 包括这个路区,还有一个小溪流过来 然后这边是水区 水区其实不用太大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关于水深各个方面的问题 这边呢,是这个改进版的钢的一个 水过滤循环的一个设计师路 它是这样过来,后面是一个水泵 然后从这里再过滤过的水再从这里出来 然后它整个水的循环它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面前这个呢,就是根据钢材那个设计图子上面 最终做出来完工的一个成品 因为面前的这个钢从大小上面来说呢 比之前的要大了不少 所以说整个钢的制作和设计方面 都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新的设计元素在里面 因为它更大 所以说更适合发挥一些新的创造想象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面前的水区有这么深的水 然后从比例上面是没有改进的 因为黄园的生活比例就是一比三的比例 一的水区三的路区 但是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镂空层 下面是空的 然后第二层是那个过滤园 第三层是红图 大家顺着看过来 这边一直到这里都是镂空的 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它下面是一个过滤器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这里要镂空呢 这里下面的话 大家可以养一些泥秋啊 小鱼小虾呀 然后形成一个生态的循环 到这边来之后 一个生态一个自然生态的循环 生物生态的一个循环 再加上一个机械的循环过去的作用 那有有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 那水下面加了那个镂空层水区这么深 其实大家很多喜欢拌水过的人都知道 黄园它需要的水并不深 只是需要没过大腿和归背就可以了 那这么深的水 一般来说很多朋友会第一想到的 就是在里面添加沙子或者小石子 其实这样我们是不建议的 我们建议的是在这个水里面 适当的铺一些鹅卵石 这样来说的话 它不会阻止水流 它也不会像沙子一样 沉淀一些垃圾和杂质 对水质造成更大的污染 而且也把那个水位 黄园泡水的水位降低了 而且也方便黄园下去和上来 它下去泡水然后再上来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在陆区方面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新的改进 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改进就是 跟它的空间有关 因为这个钢要大很多 所以说它的陆区面积会更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部分 我们是把它分开的 然后它大的好处是在哪里呢 黄园的活动范围更大 然后这边我们是设计了一个跑土区 这边是给黄园跑土的 当然后期长大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苔藓和这个小植物可以去掉 让它在这边跑土 那么这个小植物实际上都是模块化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绣珍 就是这个 它是模块化的 可以更换的 然后 这个呢是网文草 是这里的 对它都是模块化的 是可以更换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黄园是比较喜欢跑土 有的植物它会把它跑坏 这个是米族 对 然后这边有吊栏 这边有那个铜天草 对 整个设计其实在植物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 当然这种微景观植物的话 其实品种还是蛮多的 关于过滤这一块的话 刚刚刚讲过了过滤的话 从这里上来 从这里上来呢 这里有一个蓄水池 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蓄水池 然后过滤完的水 再从这里慢慢的缓慢的流下来 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溪流 有的黄园呢 它是比较喜欢跑土躲起来的 但有的呢 它又比较喜欢 偏向于喜欢水一点 这个位置呢 也有在滴水 通过我们那个用黄园规来测试的结果的话 这里很少过来 但是这个地方它会过来 因为这里滴水比较少 它会到这个地方来 你可以说它是泡澡还洗澡吧 它待在这个地方 那个水一滴一滴的往身上滴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位置 这里也有一个蓄水池 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 它这个位置 如果说小龟掉进去了 会不会爬不出来 其实这个是不会的 其实它是可以自己爬上来的 但是呢 这个里面也可以为了美观 我们添加一些漂亮的小石头啊 或者说是添加上 添加上这边的这个过滤用的 也是可以的 还有很多朋友会考虑黄园黄园跑土的问题 实际上跑土的这个问题啊 那个空间增大了之后 也增加了黄园的活动空间 和它选择跑土的位置的那个选择性 它有的会在这里跑 有的呢 它可能会躲在躲壁里面 它美之龟的习性它不太一样 有的它会在植物旁边跑 大多呢 大多呢 在那个弹形下面跑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其实有一个 它已经 已经跑下就很久了 no 这样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植物是模块化的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它跑跑跑跑跑 跑到这个模块这里 它跑不动它就不跑了 对 这对植物也是一个保护 然后对很多龟友 在找龟方面的话 也是一个便利 因为 关于黄远跑土这个问题 也得了很多龟友的反应就是 有的时候温度不够高 回去找龟要找一天 那如果说这种设计下来的话 植物地方它都是模块化的 那乌龟它就会去找一些 闲置的地方 空置的地方去跑 我们找起来也会方便很多 讲到这里 还有很多龟友会担心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养龟的朋友都会担心的问题 就是温湿度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呢 还是建议 会建议 龟友 温湿度计是必备的 你可以选择那种挂式的 也可以选择那种摆式的 因为里面空间还是蛮大的 你摆这里也可以 摆这里也可以 关于温度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装一个UVA 加那个塞北灯 加热灯 然后关于湿度的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 这边有一个开关 对 这边有一个雾化器 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可以增加缓震的湿度 而且如果说 比较喜欢优雅的朋友 他这个看起来 也有一种新智能感觉 最后呢 有很多朋友 还是比较追求完美的 追求完美的朋友呢 他如果看到这边 有线 有管这样的话 他就会觉得不太 不太自在 那么 他这个 这个是青龙石 我们会配备 一些小的模块 那如果说 把这个大小 和大小形状合适的 放在这个地方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关于设备硬件方面 如果说 既然是设备 电子产品 它就会坏 那么如果说 过滤坏了 怎么更换呢 其实这里设计 也是很科学的 这植物都是模块 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 把植物拿起来 下面就空了 我们可以更换 如果过滤区坏了 我们可以继续更换 大家都知道 两龟的环境里面 它那个水质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们的过滤有多么强大 一段时间之后 水质污染到一定程度 是一定要更换的 这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成本很低的 一个手压式的 红吸管 然后 时间久了之后 因为它下面的水啊 水区的水其实并不多 到了一定时候 污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红吸管 其实是很好解决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麻烦 然后有的朋友也会选择那个 变动的 也是可以的 就是成本相对 稍稍要高一点点 好了 黄源 半水龟的生态 刚已经讲完了 就是关于它的 新的设计和改进 还有功能方面 最后呢 也希望更有经验的龟友 有更好的创意或者想法 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跟我们留言